嘟啦小故事 献给妈妈的礼物 森林幼儿园的山羊阿姨 给小动物们布置了一个家庭作业 回家的时候都准备写一首诗 给妈妈作为礼物 想了一整天 谁也没有写出诗来 山羊阿姨问动物们 小朋友们 献给妈妈的诗写好了没有啊 小动物争先恐后地回答 阿姨 我只想了一句 阿姨 我也只有一句 我也一样 我只有一句 好吧 你们把想好的一句 都念给我听听好吗 阿姨来到了动物中间 小兔子大声地朗读 我的妈妈最温柔了 小狮子说完 大家都笑了 小黑竹 小黑竹朗诵的最有感情 我的妈妈最美丽 小老鼠自豪地说 我的妈妈最强大 阿姨 阿姨激动地说 在孩子们的心里呀 妈妈就是一首最好的诗 你们的妈妈呀 会喜欢你们写的诗的 在孩子们的感情 和我寓家 我认为